主席各位先進,麻煩請內政部陳次長 請次長 女友很早 市長好,辛苦了 我先釐清幾個觀念 其實我們今天行政院提出所謂的政黨法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對政黨有個清楚的定義 然後可以抽離出人民團體法 讓政黨未來可以公平競爭,沒有錯吧? 是 沒有錯,好 那剛剛您的答覆裡面也提到說政黨跟所謂的黨產條例其實是不太同的概念嘛 那應該分兩個法嘛,對不對 我們建議是在兩個不同的法 那我再請教一遍,這其實我也問過陳部長 那黨產條例行政院有版本嗎? 據我所知現在沒有版本 現在沒有嘛,對不對 所以黨產條例行政院不處理 然後只處理政黨法,沒有錯吧 是 那不會藉由政黨法來處理黨產條例吧 我們是不建議啦 所以政黨法處理政黨未來建立公平競爭的機制 黨產條例處理過去的不當黨產或是未來的不當黨產 沒有錯吧,這樣概念也沒有錯 好,那我再請教我剛剛聽到了幾個問題 有關政治獻金的話是政治獻金法管理吧 沒有錯 有關有沒有會選應該是選舉罷免法管理嘛,對不對 是 對,通通不會 通通通放在政黨法 不過在政黨法裡面有包括政黨內部的選舉的部分 政黨內部的選舉是一回事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其實要分清楚 政治獻金法是政治獻金法 政黨法是政黨法 黨產條例是黨產條例 還有選罷免法是選罷免法 沒有錯吧 是 好,那我來請教 我們今天看的就是政黨法 所以我就就政黨的部分來請教這個次長 政黨法你們是不是有規範說不得經營事業 是 或是不得盈利對不對 不得經營盈利事業 不得經營盈利事業嘛 這是二十三條的規範 在你們政黨法的二十三條嘛 我請教次長 這個不得經營的概念是直接還是間接 都 包括在內 直接怎麼處理 直接我們後面是有罰則 罰則嘛,你們是在負責的部分有處理嘛,對不對 那間接怎麼處理 間接有沒有 間接有沒有 市長我問一下啦 是 如果我是透過一個公司來處理我的黨產 這算直接還是間接 呃 這個 如果有個人觀念我認為是蠻直接的 這蠻直接的 所以我底下如果我底下 我政黨底下設了很多的投資公司 那我用投資公司來處理我的黨產 這個算直接還是間接 我認為也是直接 也是直接吧 所以這都是不是政黨法所允許的 沒有錯吧 是 好 那現在我們就發現說 這個不是直接 那我們來看看間接 如果我底下有附水組織 啊他登記也不是登記營利事業 那這樣政黨法怎麼處理 呃 如果那樣他還能夠經營 我不曉得是說他的資金從哪裡來 他的資金如果不是從 從政黨這邊給他的話 所以要查他的資金來源嗎 他的資金來源如果是過去從政黨來的 其實他就有問題 就是你們要規範的對象 也相當於我們剛剛講的直接嘛 我們把這個觀念你清楚以後來 現在我請教 那個次長你有沒有聽過 那個國民黨中國國民黨底下 其實有中央投資公司 有新運台公司 有光華投資 有富華投資 這個算不算他間接投資 間接經營事業 盈利事業 他的內部 你剛剛告訴我是有啊 對不對 你認為這是直接嘛 他的內部資金怎麼樣 我們是不太清楚 對啦先不管啦 他這個算如果他經營的話 那是不是算經營事業 如果他資金是由國民黨 來給他成立的 然後他就等於國民黨是大股東 資金是啦 資金是啦 他連負責人通通一樣嘛 住址也通通一樣嘛 所以這個就要處理嘛 其實這個就是事實認定的問題而已 那我們接下來問間接 如果我有所謂的間接吼 我登記 比如說我是一個團體 我是一個政治團體 或是其他的團體 那我登記了以後 那我其實 我的資金來源是過去 國民黨給我的 那這樣要不要處理 過去的話這個應該是 過去就不處理 你們政黨法告訴我的是 間接或直接通通不行喔 沒有告訴我過去跟現在喔 只告訴我間接跟直接喔 那過去的要不要處理 如果證明 證明是 你的意思是說他又轉手 然後又轉手又過來 那這樣的話可能 所以沒有過去跟現在的分別嘛 如果能夠 法律上能夠證明說 他其實這筆錢 其實就是 因為錢他不會做記號啦 所以給他 就會給他 在法律上是很難的 不過原則上 沒關係 原則上是屬於間接嘛 市長我現在就 我就當場舉發一個政治團體 他登記的是政治團體 他不是盈利事業 他不是盈利團體 但是他還是來自錢 還是來自國民黨啊 啊這個錢是國民黨怎麼來的 我不知道啊 但是他是一個政治團體 叫做 複聯會 那請問在政黨法裡面有沒有辦法處理 我現在當場舉發啊 那你用政黨法你怎麼處理來告訴我 這是間接嘛 他登記的是政治團體嘛 他不是盈利單位嘛 但是在你們的政黨法 法則45條 44條45條裡面 沒有規範到這一個對不對 呃如果沒有規範到這個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可以討論啊 沒有規範到這個嘛 那至於說你講的 沒有沒有 我現在只是請教你嘛 你來報告行政院的版本 你行政院的版本就應該很清楚 我現在只是請教你 像這個間接 他又不是登記 所謂的盈利團體 那這樣要不要處理 他是 他是政治團體 他是政治團體 他也不是政黨 但是他有盈利行為你知道嗎 呃 他有盈利行為你知道嗎 對啊 所以這個部分要處理嘛 但是在你們現在政黨法裡面沒有嘛 但是他不是政黨 所以剛剛包括我剛剛提的 直接就是所謂的這些投資公司 你們也沒辦法處理 間接像不聯會救國團這個 你們也沒辦法處理 那請問 這一部政黨法 到底是要處理什麼 呃我們剛剛講說你直接 投資間接投資的都不行嘛 都不行嘛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來來 次長我們確定一件事 所以這一部政黨法 其實就是直接告訴我們說 不管你是直接投資 或是漸漸投資都不行 只要有這樣的行為 不管過去或現在 我們通通要追 沒有錯吧 沒有錯吧 這是你們政黨法裡面的規範嘛 沒有錯吧 以現在的條文看起來是 以現在的條文是這樣嘛 所以現在這個條文 就是要處理這些事情 而不是這個條文 不要到最後變成 不處理條例啊 不要變成黨產不處理條例 要看大院怎麼樣審查 對 沒錯嘛 決定權當然在我們啊 當然在立法院啊 不是你們內政部啊 所以這個東西不是 設計讓它變成 黨產不處理條例啊 沒有這個意思 也不是黨產就地合法嘛 沒有這個意思 來我們來看看 如果有沒有就地合法 或是有沒有不處理條例 我們看 你們有所謂的負責對不對 有所謂負責裡面有44條 跟45條沒有錯吧 是 好那45條裡面講到說 兩年內可以信託 是不是這樣 是 那意思就是說 我如果過去取得都是不合法的 我這兩年趕快信託 請問信託完了這個黨產 這個收益 歸政黨還是歸誰 如果信託啊 當然還是歸原來 還是歸政黨 要歸政黨 那這個政黨法 如果是這樣 兩年內我都可以信託 那變成什麼 變成就地合法條款耶 會不會 會不會變成就地合法條款 所以你們這個44條45條 設計的目的 就是讓它現在 被法的 或是還沒有處理清楚了 趕快在兩年內趕快信託 就變就地合法了 沒有錯吧 啊 智長 呃 我們應該沒有這樣的這個 沒有這個目的嘛 對不對 也不希望這樣嘛 對不對 所以44條跟45條 不管它是直接 或是間接 都是未來政黨法裡面 所不允許的 但是 在現在有的情況 你也不得在兩年內 然後兩年內可以信託 那信託完了還是政黨所有嘛 所以這個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 沒有錯吧 對 原則上應該是指那些 你是合法的 但是你沒有辦法轉 讓我們不希望說你將來還要 還要再經營 所以其實最重要的問題在哪裡 就是政黨法其實在規定 政黨未來要公平競爭嘛 而且政黨不得經營事業嘛 這是對現在或對未來的規範嘛 那至於你過去取得當不當 應該用黨產條例來處理嘛 沒有錯吧 好 那我現在請教 我請教次長 那如果說我現在 我手邊有一大堆黨產 假設啦 我們也不管哪一個政黨嘛 假設我手邊有一大堆黨產 我先不管 他哪裡來的 但是我現在就信託掉 可不可以 按照現在的法令是可以 按照你們現在的法令是可以嘛 對不對 那你們政黨法怎麼處理 呃原則上的話 我們還是 我覺得還是要 在施行以後啊 一段期間內啊 要還是一樣要能夠 區別它是合法還是不當的 對對對 來我請教部長 請教次長齁 在你們今天的報告裡面 你們對當或不當 你們怎麼處理 你們的報告寫什麼 呃我們這邊 因為是政黨法 所以我們並沒有在這邊 來來來你們有寫啦 在你們的第七頁裡面 對特定政黨過去不當取得這財產 是 不帶法律規範 即可循司法訴訟或其他途徑處理 那個那個委員 特別跟你報告一下 那不當我們有刮起來 那我口頭報告的時候 我有加所謂的 我再唸一遍 就是 過去有特定政黨 過去 刮胡 不當取得這財產 不在 不帶法律規範 可以循司法訴訟或其他途徑嘛 這是你們內政部的報告 是 那這裡沒有當或不當啊 照我們剛才講 我們現在當或不當 還沒有定義嘛 對不對 當或不當應該從 從黨產條例來定義嘛 沒有錯吧 那現在你受司法 司法的依據是什麼 他怎麼判斷這個是當或不當 他是看他有沒有權利 有沒有侵占人家的等等 這是現行的法律 那舉證責任在誰 舉證責任還是起訴的人啊 舉證責任在誰 你講清楚 以現在的話是誰去起訴 他必須證明他是合法取得吧 才叫做當嘛 他沒有辦法他是合法 證明他是合法取得就是不當嘛 這非常清楚嘛 沒有錯吧 這個現在的法律 我想這個不合適 我來解釋 你當然不懂嘛 你也不是法律背景嘛 你也不是政治背景嘛 所以怕你改歲改歲到二十六六 老實說 但是這個我們不追究 其實我們觀念非常清楚 就是政黨法是要樹立政黨公平競爭的環境嘛 這個也是你們的希望嘛 但是你們現在的政黨法 你們行政院版 包括23條 包括44條 包括45條 到最後只會變成一個結果 叫做黨產不處理條例 或黨產就地合法條例 那這個部分我們好好的一條一條來修正 一條一條來改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可以 那另外一個觀念就是 對於黨產到底當或不當 應該先給他一個明確的定義嘛 這個叫做不當黨產條例 或是叫做什麼黨產條例 沒關係 當或不當要有一個清楚的定義 也沒有錯吧 也沒有錯嘛 這也是內政部的態度嘛 我們也贊成 你們為什麼不送啦 對我們現在還沒有討論 有沒有要討論啊 呃 到目前為止應該還沒有 所以你們的態度很清楚嘛 不當黨產官的麥風頭 我們剩兩句而已嘛 呃 來 市長 剩兩個月 我們科者你也沒有意義啦 齁 這個也不是你們未來可以決定啦 現在要非常清楚的就是 在立法院裡面 我們清楚的討論 什麼叫政黨法 如何建立未來公平競爭的環境 叫政黨法 如何界定過去當或不當取得黨產 這叫不當黨產處罰條例 我希望內政部在這兩個法規上 不要禍稀泥 不要把所有東西通通加在這裡面 然後用這樣的態度告訴我們 這個不是正確的態度 謝謝 我們不會謝謝 好休息十分鐘 謝謝 謝謝 呢 謝謝 不